我们西瓜大道马上迎接到的就是我们的张亮颖有请 张亮颖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了 可以说呢有多少金举登上了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冠军的宝座 同时今天在现场亮颖的粉丝也是相当的热情哦 听说今天晚上亮颖也会有很特别的表演环节呈现给我们的20岁的东方风云榜 当然在2012年张亮颖的那一张现场收音的专辑也是在我们的榜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好不容易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传唱度非常非常广的一首单曲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张亮颖前往我们的媒体拍照专区 有请 有请张亮颖原来说国际张都想到的是张笔 现在说国际张很多人都想到的是张亮颖 现在这个张亮颖的歌声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了 但是今天穿得非常的清纯 有点像学生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 待会儿亮颖没准人会回你去说 我不知道今天是有父母风 真的不经意间就贴合我们东方风云榜20年盛典 这个主题那才是跟东方风云榜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看到亮颖走上这个舞台我们还是很开心 来有请亮颖 来有请张亮颖 哇 哇 穿得非常的洁白 一种纯洁的感觉 这个步子迈上来都非常的有节奏感 张亮颖这个今年正好差不多20岁对不对 真是 18 18还要想今年20明年18嘛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走到东方风云榜上今天 特别是贴合这个20年的这个主题 还要怀旧复古 就身上这个样子我怎么都没有看出哪里会复古啊 有啊 在哪里 呃他是这样的 哦 砰砰裙你这就不懂了 我就不懂啊 不懂女人 女孩子的裙子就是这种砰砰裙就是复古的感觉 对 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的衣服它就是为了贴合身材突出呃线条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剪裁它应该就是一个复古的含义 那你小女生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喜欢那种像芭比娃娃这种 他会说 他会说我现在就是小女生 哦 更小的时候更小的时候 老师说我今天来之前我带了一个Hello Kitty的棒棒糖 哇 但吃掉了 忍不住了 所以在上红毯之前把它咬得比较不像Hello Kitty 所以就没有单身了 来补充一下能量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像小孩子一样的这种就看到好吃的东西 他就忍不住 那亮影啊 我觉得就是我看到他有点 这个好像大叔在问你问题 亮影啊 亮影没没啊 其实我这里有个问题啊 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 曾经纳英先后有四次夺得我们东方风云堡的最佳女歌手 那张亮影呢 三次夺得过东方风云堡的最佳女歌手 有没有说我在这边要树立一个目标 我要超过那音 哇 你张亮影怎么回答 这边就得放很坏啊 这个树立的不是目标 是敌人 说得好 没有啦 好 那先不为难亮影啊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有份礼物要送给亮影 是的 第二十届东方风云堡十大金曲 来有请 好 希望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小女生的亮影呢 今天晚上有一个绝佳的表现 谢谢 谢谢亮影 谢谢 谢谢亮影 谢谢 这边请 接下来掌声欢迎张亮影带来歌曲 好不容易 如果这就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詞曲 李宗盛 自己都已經忘記 經過許多年 他們不曾想起 寫了幾個字給你 我始終沒有轉過去 自己偷偷安藏 算不算心急 我太模糊了期待 就有勇氣再重來 暫時不明白 但我願意等待 誰記得誰痛苦你說得容易 努力模仿你輕鬆一起 我的生活還要繼續 好不容易 就算是等待只換來對不起 我還是可以說服自己 捨得每一段風景 因為捨不得自己 在想起你 如果這就是愛情 如果這就是愛情 心是痛的 懷疑你捨得 我悲傷的那麼深 這番辛苦了 何必再承認 我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 我不再完整 原來最後的吻 如此冰凡 你只能怒惹 我要被割捨 眼看著 你走了 如果這不是結局 如果我還愛你 如果我願傷心 你就是回憶 如果你聽到這裡 如果你必然放棄 那這就是愛情 我難以抗拒 如果這就是愛情 本來就不抗拒 你不需要佔領 我可以離去 如果我成全了你 如果我能祝福你 那不是我看清 是我證明 我愛你 我愛情 voce vorbere ramen 像倒震風 我愛在頭 多養點眼淚 我無法挽留 什麼都牽動 我感覺 真的好脆弱 買個乎的人 原來不是我 我不要你走 我不想放手 却又不能够奢求 同情温柔 你可以自由 我愿意承受 把昨天留给我 如果这不是结局 如果我还爱你 如果我愿相信 你就是唯一 如果你听到这里 如果你依然放弃 那这就是爱情 我不敢抗拒 如果这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根性 你不需要加力 我可以离去 如果我成全了你 如果我能祝福你 那不是我看清 是我证明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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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怕你 你不需要加力 我可以离去 如果我成全了你 如果我能祝福你 那不是我看清 那不是我看清 是我证明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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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就是爱情 首先我们要请郑总为我们揭晓的是 最佳女歌手张亮莹 恭喜亮莹 再次来到这个舞台上有请 有请我们的海特云公主 恭喜张亮莹 王峰和亮莹都是我们的 《黄蜂云坊》的老朋友了 几乎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对 减持正音乐的张亮莹 恭喜你 同时送上我们的奖杯 我想亮莹家里应该有好几座这样的奖杯了吧 请发表我们的获奖改言 谢谢大家 谢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我所有的听众 老实讲 我今天在台前唱歌的时候 我有小破一个音 然后呢 我还小小地嘲笑了一下自己 但是下来之后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 我有享受这个表演的过程 每一次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哪怕是唱过上百遍的歌 我仍然想要试一下 它还有什么新的可能 每一次尝试都是 音乐对我的吸引力 我很开心 我还有这种想要冒险的冲动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人在音乐当中都能越来越享受 一直有那一种探索的想法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一直这样 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 谢谢东干101 东方风云榜 谢谢 我们东方风云榜一直坚持所有的领奖的嘉宾在现场都是真唱 所以虽然有小小的瑕疵有的时候在现场 但是这就是真唱的魅力 我觉得唱歌一定是在现场磨练出来的 我希望自己多练 希望多来上海练 欢迎欢迎再次小说送给亮颖 谢谢 恭喜 谢谢 坚持真悦的张亮颖 请